西面市淡水区小中寮的一处泡棉工厂 在昨天晚间烧成了一片火海 浓烟直算天气还伴随着爆炸声响 消防人员来到现场发现 不但二三楼是大型的围建 在里头甚至存放了净水性的有毒化学物质 因此紧急把好几桶药剂赶快搬运出来 那么环保局也不敢大意赶快来到现场监测 就是担心这风向空气会影响污染 那么一度是把淡水区跟三支区 统统列入了警戒范围 大火窜天厂房不断窜出火石 红色火光瞬间照亮黑夜 水不断喷洒但火烧的还是很大 烟望少窜窜罗罩天空 九千平方公尺厂房变成火海 还传出爆炸声响相当危机 噼里啪啦爆炸声 消防队员赶紧蹲下掩护 更可怕的是里面存放大量易染物 幸好第一时间全员已经撤出 新美市淡水区小中寮移出泡棉工厂 18后深夜从三楼窜出火蛇 部分化学药剂更让火势加剧 而且还是有毒的二滤金酸甲本 就怕引发爆炸 紧急从工厂内搬出一桶又一桶红色桶子 就怕有毒物质飘散民众受害 环保局紧急到场检测空气品质状况 发现当地震万吹东风农烟往海边方向飘 临近的淡水区以及三支区列为警戒区 大伙把工厂绍成废墟 这里不但属于大型违章建筑物又缺乏水源 还放置了净水性优毒化学物 都对长久行动不利增加密火速度 还好没有检测出毒气外泄 否则工厂自己损失之外 又被罚的恐怕更高 接着王湘慧伦 蒋木宇 新北长官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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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